飞行员跳伞逃生之后 飞机竟然没有坠毁 而是自己飞走了 这恐怕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飞机事故了 飞行员看着飞走的战斗机死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怎么能跑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89年苏联的一架米格23战斗机 在150米的高度发生的空中停车事故 飞行员当时紧急逃生 但是没想到他刚刚弹射出来 这飞机的发动机又好了 又开始转了 所以飞机竟然自己拉伸高度飞走了 原来这架飞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米格23具备强大的飞行自动控制系统 它自己检测到飞机处于失控状态 当发动机又运转之后 即使没有飞行员 飞机自己发出了各种指令 自动拉起保持初始航向飞行 那问题来了 此时的飞机会飞到哪里去呢 又怎么降落呢 它又怎么会突然自己飞走呢 原来是这样的 当时的飞行员弹射出来的瞬间 由于巨大的震动 这个震动又突然把发动机给震好了 原理就和我们小时候看电视一样 电视突然不出台了 拍起来就好了 战斗机当时也是这样 然后这架战斗机就继续飞了 由于战斗机飞行速度很快 这个战斗机没过多久就飞出苏联了 它现在是飞到隔壁的芬兰 此时的苏联已经非常紧张了 因为当时是冷战时期 这个飞机马上就要飞到北约国家了 那个时候就不好说了 于是莫斯科下令派出战斗机去追杀 自己的这架自动叛逃的飞机 但是没想到战斗机飞得太快了 欧洲的各个国家面积就小 所以还没等到追上 这架无人战斗机就飞到北约的德国了 然后立刻就被德国发现了 于是两架F15迅速升空 当F15飞到米格23旁边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个飞机好像也太先进了 不仅没有驾驶员 就连坐舱盖都没有 他们立刻通过通用的无线电喊话 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回应 于是他们都懵了 不知道这苏联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难道要进行无人投低核武器吗 反正气氛有点紧张 F15收到命令继续保持跟踪 然后很快飞机就飞过德国来到荷兰 这个时候战斗机是一直保持直线飞行的 按照这个直线估计 他应该马上就要飞到大西洋了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突然在河南这自动拐弯了 目标直接对准法国 于是此时的法国紧张了 他们决定只要飞机敢入境法国就立刻击落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在距离法国边境还有15公里的地方 在比利时 这架苏联的米格23自动坠毁了 他撞到了一个比利时的居民的房屋 此时的房屋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看电视 倒霉的是这个看电视的小伙子最终被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穿越好几个国家飞行900多公里 最后掉在自己家屋顶上把自己给砸死了 最后苏联赔了这个小伙子的家庭68万美金 这场闹剧结束 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加乌龙的飞行事故了